臺道物理系林敏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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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 晚安 我是臺道物理系林敏聰 我負責今天的這一場 巨變新世界沙樓 這是第二場的主持 這個主題其實是 拒絕窒息 打開未來可能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特別注意到 你覺得臺灣充滿了希望 但是所有的希望有感到 有很多不同的力量讓人自行 我是傳統這個主辦單位 這個題目 但是我們其實又看到很多種可能 所以這個沙樓他實際上很清楚的 去希望在目前臺灣這樣一個 巨變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夠找到 在不同可能當中找到 一定的共識跟討論 然後能夠打開這種自行的感覺 那我想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 好民意好董事長 他是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他是大派文化的董事長 那我想也許各位更清楚 他對於很多公共議題 跟社會議題公共政策的關心 從最近的這個開放台電 Open Data 去了解 把很多台電裡面的很多複雜的數據 公開給各位 給公民社會知道 然後更早的話 比如包括買黑箱紅帽 還有其他的一些公共議題的活動 他都會表達一定的 所以他不是一個普通的 我們講說普通的一個出版社的 我們講說專業的 從業的 他也同樣也是一個 關心這個公民社會的 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那我想再做各位 其實我剛看一下 哪一篇參加了 其實各行各業 我開玩笑講說 有黑到白到都有 就有學術界的 也有我們講說有NGO的 那也有學生 也有報社 也有 像還有一位農莊 我想我們今天來了 可能都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想法 或者簡單講 有很多不同的意識形態 不同的想像 那也許正是因為這樣 我想這個沙老 更是值得珍貴 我們請 保新生做一個演員 然後我們有一半的時間 大概有一個小時時間 可以做一些Q&A 那我希望在這裡面 我們也許會有一些交集 然後能夠真正的打開我們台灣 其實是相當無限的可能 好 我就不多說 我就把這個時間 交給黃明英 大家請掌聲 歡迎 謝謝林教授 還有謝謝 台大風險 工程研究中心 的邀請 那我接到的題目 就說 聚變新世界的時候 所以我就後來 和他們討論之後 就定了這個題目 就說 拒絕自習 打開未來可能 事實上當然 今天我自己不可能 談到真的是 達到未來 有什麼可能 如果能有這個解方 當然就太厲害了 但是我想 畢竟這個問題 是需要討論的 並且本來就是 說沙龍 大家可以一起 把它討論出來 所以我願意 用我自己個人的 在相關的事情上 自己的思考 要遭遇到瓶頸 然後後來 又在一些地方 偶爾會看到一些光亮 覺得好像是 一些可能 我想今天 先把我自己的部分 也不怕見效 先提出來 然後我們再進行 下個階段的討論 所以最主要我想 很多人都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政黨已經輪替了三次了 不同的執政者 每次輪替 都給我們帶來了不同的希望 為什麼從 2000年的第一次的輪替 到現在近18年的時間 過去 還是那麼多人 我們都在平常 相見的時候 電話裡 LINE上都在講說 看不到未來 覺得快要窒息 就覺得原地打轉 這國家在虛耗 社會在空轉 都是為什麼這些話 簡直就一直沒有改變 所以我在想 到底是什麼樣的糾結 使得我們平滯不前 原地在空轉 在消耗 這問題當然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只能從 我自己關心的一些事情 用我那個case study的方式 我們來看一看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以及我自己從 我自己關心的事情上 挑一兩個 我們來看 就是我來講一下 我認為的 為什麼會原地空轉 虛耗打轉 因為正好主辦單位 一直也對於能源政策 關心的研究 所以我想 我就從 我自己怎麼開始 注意 關心這個 能源政策 開始講起 那大約到 當然我真正開始 六年以前 其實我還是一個 對能源政策的事情 我幾乎 不會怎麼談的人 我覺得總是一個 就像剛林教授講的 覺得那是個很專業 總是有人處理 不會輪到我來 去注意和談的事情 大約五六年前 開始注意 開始非常關心 尤其是核電相關的主題 當然其中有一個原因 是跟很多人都一樣 是被輔導 被嚇到 但是我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那個原因就是因為 我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 在做反服貿的這個活動上 那我這個 有了一些體會 就在參與反服貿的相關的 一些事情之前 其實我總是相信說 政府 以及所謂的一些專家 他們的專業 我知道 是沒法應對今天 這個很多這個時代的劇烈的變化 但是我總覺得 一定程度總可以吧 我就覺得那個一定程度 當然也不是沒法量化的講 是百分的多少 但是我總覺得一定程度可以吧 當然就是說 服貿那件事情 讓我意識到 看到政府做的決策 的問題 意識到說 他們真的 如果到他們犯錯誤的時候 我覺得 那真的不是一定程度的問題 他們真的是遠遠達不到 說我們相信一個政府 相信一些官僚 相信這些 所謂的專業的經濟學家 什麼什麼什麼 多少的這些人 他們這個講的話 他們做的判斷 沒法相信 給他們那個一定程度的 我覺得就是 所以我比較相信的是說 實在的變化這麼大 這個台灣 因為台灣整個的 從這個解嚴之後 包括到費省之後 整個的行政體系的改變 使得種種的因素 都使得這個國家 它至於不能再像過去一樣 所以我們一方面 當然是有政府的存在 我相信它監督它 另外一方面 必須要更大的 可能注意力 要看他們更加仔細的觀察 他們到底在做些什麼 所以這是使得 加上輔導 使得我開始注意這個 這個能源政策 那事實上 我今天大家等一下會知道 我談到 其實都是從嘗試的角度來談 就發現 為什麼能源政策問題 會一些 所謂的專業人士 結果會犯下這麼多 嘗試上的這種盲點 這種不可思議的錯誤的問題 就從台電的問題講起 所以我從台電 為什麼我敢去做台房台電這件事情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是從台電的管理面上去找手的 我不是從他的電 因為我就看到台電太多管理面的問題 光看起管理面 雖然我沒有讀電 我是電學專家 但是我當老闆也當了很多很多年 我自己經營公司 當個管理者 我知道一個管理者 來看一些事情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觀察 我會嗅到問題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相同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相同的 而台電的管理上 有太多這種疑鬥 疑鬥這個 然後有太多懷疑的地方 從哪裡講起 我們就講說 到底這麼多年 一直在講的是缺點 缺點 缺點 一直在講何是需要 何是需要 我們就從到底講 何是這些事情 到底需不需要來講起 好 1993年 當時經濟部長江炳通說 如果不見核四的話 2010年的時候 台灣每天要缺電六個小時 這個大家只要去網上隨便一查 我就不用舉證了 這樣子 但今天已經2018年了 今天早上我們終於核四 燃料棒送進去了 核勝 那我們有每天缺電六小時吧 2008年 當國民黨再次執政上台的時候 那台電應該是覺得 國民黨一向支持他們核電政策 所以台電提出個說法說 台灣未來需要再增加十部核電機組 這個我可以看這是經濟日報的報導 放大一點看 就說他在講說 當時啦 2008年 就目前國內連同興建中的核四在內 只有八部核電機組 所以呢 他說希望他未來 再增加十部核電機組 以一個核電廠是兩部機組的話 換話說 他們希望再加五部核電 五個核電廠 就是我們講 他們很聰明 未來在不興建核武的情況下 然後呢 再各增加這個 這個兩到三部機組的擴建空間 所以未來可以再增加十部核電機組 這是2008年 然後 後來進到了2016年 民進黨政府再度 上台執政的那個大家應該有個印象 就在選舉 結果公告的大概第二天第三天 台電又說 前一年再講到備用 容量入率還不夠 付的 他說已經是轉正的 所以未來呢 即使是核四不運轉 也不會有缺電 然後 但是就在一月這樣講了之後 到了2016年的五月 又說缺電 就各位想想看 我看進這個門來講 門口寫著經濟學系 應該都是經濟系 或者商學管理系 相關的科技 當然想想看 裡面有一個企業的一個管理者 他們在預測他們公司在發展 他們所謂的公司的capacity的發展上 從1993年講一個不見核四 到了2010年台灣就缺電六小時 到了2008年 忽然間又要說 需要到再 除了核四之外 還要再加食物和電機組 然後又過了八年之後 忽然間又說核四不運轉 不會有缺電問題 然後又就是這樣 就這件事情 如果講說台電是一個肩負著 台灣所有的電力能源 又是一個規劃 又是執行這樣的單位 它對我們的電力 到底需求是什麼樣的情況 到底見不見合適的起伏波動 可以大到這種程度 我怎麼能相信它的管理是OK的 是可以相信的 我沒法相信 就是說這完全是嘗試就可以判斷 這是不能相信的 所以我就決定是要 我就相信 開放台電我可以抓住他們管理上的問題 好 這是一個 第二個影響我一個很大的事情 是在2015年發生的一個事 2015年的時候 2015年的時候呢 就是 為了 那個時候就是一直在為了說 和一場和二場這個所謂的燃料棒的這個 使用過的燃料棒已經滿了 要出來要乾燥這個事情 這個處理方案 結果又是炒得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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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依樂無的一直在炒 那台電就是說 這個 他們設計的乾燥的方案一定可以 沒有問題 是國際標準 美國也這樣實用之類的 那反核團體就一直說 他們是不負責的 是不安全的 那時候其實我也沒法判斷 我到底聽哪一邊 就是說 我自己關心的議題 但是我也不是什麼 反核團體 這個裡面 這個 我並不是長期猜 他們比我先進多了 我是非常後勁剛才講的 在近五六年我才關心這一點事情 所以 他們是這個信心 但是我就不了解 所以我也沒法做判斷 所以後來那一年呢 後來那天我想到了一個可能 就是2015年的時候 我決定說 那一年正好每一年的十月 我要去德國參加法蘭克福書展 所以我就決定說 法蘭克福書展之後 我要去瑞士一趟 我要去找個瑞士的儲存 這種核廢料的廠 去看看他們到底什麼儲存的 來做個參考 我為什麼特別選了瑞士 因為我覺得 選美國選法國 甚至有人那個時候 建議我去法國看 我都會說我不要去法國看 因為法國的地方太大了 比台灣大太多了 我就只有選瑞士這樣一種 真的是就是地小人稀 不不不人稠 然後就是說 我覺得看看這個瑞士的情況 才可以跟台灣的這個例子 我覺得都要足以參考 那我就請一些朋友幫我聯絡 最後呢我也運氣很好 最後瑞士的一家 這個專門處理這個核廢料的工廠 叫做紫維萊 他們就同意了 他們就接受了我的申請 說你可以來看這樣子 我就去了 所以事實上就是 核電當然到今天 當然在別的國家還都在使用這樣子 雖然今天下午我跟法國代表通過電話 問到這個核電在法國的情況 法國現在也是從過去的 當然核電在法國佔75% 他們現在要降到50% 也在降低 那不管怎麼樣 法國是他們有這個核廢料的處理能力 台灣最大的一個核電的問題就是 在我自己最關心的 除了那些核安問題之外 我覺得就是台灣沒法處理這個核廢料的問題 就是如果說核廢料是個必須我們處理的話 我們沒法處理核廢料的話 我覺得就像是一個人吃的好吃的健康 再怎麼講他好 最後你沒法處理他的廢料 就像一個人排泄不了 他沒屁眼 所以台灣有這個核電在台灣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才想到說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到底 瑞士他們是怎麼處理的 那我一看我真的發現 我真的這裡寫的是台電的不負責任 實在我等我講完後各位看看 我講不負責任四個字 到底是用的是輕然的重 我先解釋一下就是說 所謂的乾式儲存是怎麼回事 第一個就是說 在了解乾式儲存之前必須先知道 詩式儲存 就是說因為這個用過的染料棒 從這個反應爐裡面拿出了之後 它非常熱 所以一定要放到個池子裡面來儲存 所以呢這個就是第一個 用過的染料棒都要放在水池裡 這個叫做所謂的濕式儲存 那我這裡畫了個紅框是什麼意思呢 紅框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世界上正常的核電廠在運作的時候 它的這個水池裡面的儲存空間 以這個核一廠的儲存空間來講 至少我這個算法是按這個洞數來算的 要留下紅框之內的空間 是不能再篩這個用過的染料棒 為什麼意思呢 這個空框裡面所有的這個染料棒的數目 相當於一個反應爐裡面正在使用的 染料棒的數量 所以換句話說一單反應爐出了問題 必須要緊急停車停車停車停機也好 它要把染料棒必須要撤出來的時候 它需要有個地方放 所以它這個地方要給那個一單反應爐停止運作 它必須要撤出來的時候它有個空間放 那台灣因為長期沒有這個用過的染料棒 沒法出沒法送 早已經把這些本來應該留下來 當作緊急狀況要來收這個停機的時候 所撤出來的染料棒的空間 通通沒有了 通通把它塞住了 所以我們其實這個本身就是很危險的事情 但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這個我們還是要這個不斷利用它 就知道這個危險在哪裡 好 那這是失事 那什麼是干事呢 干事就是說當在這個水池裡面 一段時間之後呢就可以 它這是暫時的嘛 所以它就要挪出來 挪到另外一個地方 用干事的就不用水池了 一個干事的地方把它儲存起來 通常這個就是一個中程的儲存方法 然後在干事儲存完了之後 再經過處理之後呢 就要放到一個永久儲存的地方 所以有這麼三階段 先放到水池裡 再放到這個干事的儲存地方 再最後運到終極的這種處理的地方 那所謂的為什麼台灣的這個 就是何一場就是說 干事儲存造成這麼大的一個爭議 就是說台電也是講說是干事儲存 所以我們是暫時放 所以我們將來還是會挪到永久儲存的地方 所以這只是個在新北市的儲存 那個干事儲存只是個暫時的地方 好那我們就來看它到底是不是 這個就是台電現在已經蓋好的 在這個新北的這個干事儲存 就一個個桶子 就從水池裡面出來的那些用過的燃料棒 就會放在一些桶子裡面這樣子 所以在這一點上呢 就是說以前的這個就是反核團體 他們的這個抨擊 就是說在這個山坡下啊 這個土石流下來 這個會有影響的危險的諸如此類的這樣 所以那我就是不曉得說 到底這些問題是不是真的影響到這麼大 所以我決定去瑞士這家工廠去看 我去了瑞士這家之外 他們呢就是 他們就可以看到這些各種的儲存的地方 那最重要的是 我去參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通通是儲存在一個建築物裡面 並不是露天的 是儲存在一個蓋好的這個房子裡面 那我們知道嗎 剛才我們看到的台電的處理方法是戶外的 所以我就問他們問題說 為什麼你們放在 一定要放在這一個建築物裡面 他的回答真是讓我 我真的用誇張的方法要衝突引上說一下 他說什麼呢 他說在一個地面上的隱蔽 他說第一他們要防地震 第二要防飛機或飛彈轟炸 我聽到台灣難道沒有地震嗎 台灣難道少了可能被飛機或飛彈 或者發生戰爭這種危險嗎 我們不要忘記瑞士是什麼地方 瑞士是連二十大戰都沒有被戰火波及的一個中立的國家 而他們竟然會處理用過的燃料 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不要發生被飛彈或飛機攻擊的這種可能 所以他一定要放在一個堅固的掩蔽體裡面 然後大家看他的地面板 他地面板非常光滑 就看他一路都是這個東西 我就問他是這是什麼東西 他們說一種特別的塗料 防止萬一這些東西裡面的 這個有東西外洩出來滲入地下怎麼辦 那我們看一看台灣的 就是完全是光秃秃的 就是水利底 而那個是哪裡 金山 我還要忘記就是海邊 就是說這種草率 就是沒法這個想像的對比 就台電的感覺儲存 就是對地震的預防也好 山坡下土石流 根本就沒想到發生戰爭遭受空襲的可能性 就是這樣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有意思的是 那個整個的建築物裡面非常微微的風 然後非常涼爽 然後我就問他的原因 他們就說他們一定方在建築物裡面的另外一個理由是說 這些燃料棒仍然需要散溫 所以周遭的溫度都需要控制在攝氏23度左右 最高不能超過35度 然後因為為了避免停電的影響 所以這裡面只用燈 完全不用空調 只使用他們的設計 建築物的設計 是使用這個空氣的對流 跟氣沖效果來這個保持那個流動 他講這個話 如果是2015年的 如果我沒有在去這裡之前的兩個月 我去台南參觀過一家紅圓紡織的話 我一定聽不懂他的講什麼 我去過台南一家紅圓紡織 紅圓紡織真的太厲害了 他們真的就是所有的紡織廠裡面 他們不用空調 那葉老闆非常得意的展示給我看 他們的設計怎麼用氣沖效果 空氣對流 再加上另一些水煉的這個效果 就達到了 確實是室內的室溫 它隨時都有室溫 跟外面的溫度的比較 所以我見識過台南的那個紡織廠 他們怎麼不使用冷氣狀態下 仍然可以使用氣沖空氣對流 這氣沖效果使得這個室內的溫度 保持那麼涼爽的狀態 所以當瑞士的這人一講說 我說我明白了 這樣子 但包括我貼了那個出來之後 有人在下面留言 還在說怎麼可能 不用電器來保持室內的溫度 比較低 胡說八道 他們真的太無知了 真的是無知到 他們完全不知道 有這個對流的氣沖效果 那我們想想看台電怎麼處理 它完全是在這種室內的 就算是剛才講的沒有什麼戰爭飛彈的威脅 戶外夏天 台灣的那個太陽是多熱啊 水泥地表的溫度是極高的 水泥地沒有防護 這些根本就是 完全一單有複蛇 外吋會直接滲入地上 再看桶子本身 桶子本身 桶子本身那個 紫維蘭的乾式儲存筒 它是三重不同的這個防護 這個裝置 最外層的是anti-crush可以防暴 然後呢 它每一層 它這個外層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24小時監測 輻射外露 外露的有這個 這個monitoring system 有個燈 所以他們也有狀況 他們可以隨時把它打開 就是說整個的這個設計 就放在那裡 它是可以隨時監控 隨時可以進去調整 那我們的桶子呢 我們的台電的人 這是從台電的自己的 網站上的資料抓下來的 就台電的乾式儲存 像是洛蘇娃娃一樣 三個桶子套起來 總共重210噸 我剛才看 他們這個總共重118噸 那台電這個一個桶 要重210噸 差不多將近一倍了 並且每一個桶子呢 都是封死 不鏽鋼桶 先是用焊接的方式封死 大家如果上youtube找一下 他們就會有 還有很得意的 這個在把他們怎麼焊接 也把那個不鏽鋼桶封死的那個 這個影片可以看得到這樣子 那外面加個混迷圖筒 再套個水溪圖筒 再來怎麼打開 剛才講過了 瑞士那個是 它那個有monitor system 它那個桶子是可以隨時打開的 我問過他們 到底你們這個怎麼處理 他說他們不能再多講 那是他們的商業機密 所以這個 之類的 好 還有一個 我在他們工廠看的時候 我真的親身就看到 我的背後 就挺了兩台這種車 就是我面對著 那個儲存 乾式儲存筒的那個室內 我的背後都挺了兩台這種車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說 他們必須要防備 一旦還是有戰爭 什麼可能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緊急撤離 這些乾式儲存筒 所以呢他們有特別設計的車子 這個車子 因為你看到他特別的抓手 他必須要維持持穩定 不能讓他晃蕩太大 諸如此類的 這種他能夠特別運送 這些車子都經過 特別運送成災的測試 我還有一張照片 他沒有放在這裡 他說他另外 他們有這個車子 直接通到那個火車站 就直接上車就直接走 就是讓這個 一旦發生緊急狀況 讓這些危險物有利極 最快速跟這個 最便利的方式 就離開現場 就送出去了 那台電呢 那台電講說 他們運送是什麼 他們運送多軸優压板車 在光是合一廠的廠區裡面 光是這個17噸的不鏽鋼筒 他說它的時速就只有400公尺 那想想看 它光是最內層的這個不鏽鋼筒 對啊 那全重的210噸的乾柱筒 你要怎麼送 你在廠內都只能夠用 一小時400公尺的速度 你到廠外呢 就所以因此 台電講什麼在新北 乾式儲存只是中期 中程的儲存 將來還會挪到別的地方 根本沒法相信 就是說人家這種全套的 特定的車子 特定的裝備 特定的火車在等著 這個我們才知道 它整個運送的系統是什麼 這個完全看不到 所以我剛才講說 根本就是 台電過去有很輝煌的記錄 孫雲軒先生記錄之類的 但是我可以至少講 1993年從江秉坤講 說什麼台電在什麼 在不見合適 2010年全台灣要缺電 六小時開始 我覺得台灣的專業 對不起我完全不相信 並且這種問題就會講 我們不需要什麼專業知識 用一個嘗試 就可以知道它 這種荒謬的荒唐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就所謂的缺電 就想到核電 根本是一個 兩分法來講議題 它只是一種恐嚇 它就一直在 在恐嚇 就是說缺電了 所以一定需要核電 都是一個講議題 也一直在這裡 所以我在兩年前 就決定 由開放台電所做的事 這個一個網站 大家所有的資料 可以去那裡看 我就不多講 那重點 開放台電我們發現的是什麼 發現就是說 如果講缺電是一個 巨大的怪物 非常恐怖的陰影 讓我喘不過氣來的話 這個陰影到底是什麼 這個怪物是什麼 開放台電發現的 果然這個東西是很巨大的 但它不是無懈可擊的 它是一個被一個東西給包起來 包成了這麼一個大東西 如果把它外面的布罩拆開來的話 它裡面其實就是有十匹狼在作祟 它不是一個巨大的恐龍這種怪物 它只不過是十匹狼 湊合起來 狼狽為奸 然後批了這麼一個布曼 然後出來作怪 那這十匹狼的問題 今天也不是我的主題 歡迎大家到開放台電的網站去看 我只要特別提其中的第一匹狼 就叫做落伍狼 這個落伍狼 它完全不做需求管理 大家想想看今天是什麼時代 每個行業 每個公司都希望能夠即時掌握 他們客戶的需求 以便做出公司經營方式的調整 但台電想想看 40%也就是所有的1400萬戶 一般的家庭用戶的電視 兩個月還來手抄一次電表 它根本就是 今天任何行業任何公司 可以說兩個月才了解一下 你的客戶到底買了你什麼產品 我都不曉得公司怎麼經營 但台電卻可以經營 他們的高壓電用戶 也就是這些企業用戶這些 有智慧電表 但是台電不做用不分類 所以很多資料是沒法使用的 這根本就是完全不做需求管理 落伍道真的不可思議 那要求他們做電表 不是沒人要求 馬英九總統也要求過 他就要求台電要推廣 至少100萬戶智慧電表 結果這個台電到2015年 只做到裝了多少戶的智慧電表呢 1萬戶 那覺得這個數字 剛才我看到有位先生笑了 我們再看下面數字 從2015年到2017年的8月 台電有新增加了多少戶呢 351戶 就是 這簡直就是 想起來就是一個天方夜譚的事情 就發生在我們中華民國 那去年都要被逼了 林權被逼的 沒辦法了 最後去年的7月 8月林權承諾 到去年的年底 台電會新增加2000戶 然後呢 說到2018年年底 今年的年底 會完成20萬戶 我前一個月吧 我寫信問台電說 你們進度怎麼樣了 到現在沒回我了 但是即使它到今年的年底完成20萬戶 又怎麼樣呢 全台灣是1300萬戶 抵押電用戶 就是整個的一個 我們在關聯我們的電力 因為智慧電表最重要的就是說 有智慧電表的作用就是 讓每一家用戶知道自己的電力的 隨時使用狀況 因此電價可以管理者 電力公司可以提供在不同的時段 提供不同的電價 因此使得使用者 願意主動的調整他使用電力的時間 換句話說 台灣的缺電大家都知道 它不是我們並不是非洲 或者是其他落後地區是什麼 基礎建設不足 所以是全年缺電 我們缺電就是每年夏天最熱的 這幾天在缺電 換句話說 很像是高速公路我們塞車 我們並不是沒有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不足 我們是只有清明節 中秋節 除夕的時候 高速公路塞車所以塞的不能動 我們需要為了 為了中秋節除夕 過年的時候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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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車 就要新蓋一兩條高速公路嗎 這沒有這個道理 如果做做好需求管理 如果調節好 大家上高速公路的時段 這東西當然這問題就不存在了 所以當然我們必須要非常合理的懷疑 他不想做智慧電表 最主要原因是 如果做了的話 他就沒有理由說缺電了 他就必須要造成這個有缺電的這種威脅 他在不斷的主張要蓋電廠 所以呢 我是整理出 我認為台電跟能源政策整個的 有個兩民一混的問題 什麼兩民 第一個是迷信攻擊 他完全不曉得 我剛才講過了 不注意做需求的管理 電力的需求管 他只相信攻擊 這個跟台電的工程師思維有關 這個跟台電長期是國營企業有關 所以他不需要去管理客戶的需求 他只想到就說 電不夠嗎 不是蓋電廠 電不夠嗎 蓋電廠 你想的是迷信攻擊 他完全不去 他不是民意 所以他不需要去管理這個需求 第二個就是迷信核電 你想到電 就想到說 蓋電廠最好就是核電 第三個當然是混淆監督作用責任 這個問題就是包括到 所有的上級單位 經濟部的上級單位 原能會的上級單位 完全被監察院給 即使是已經提醒他們那種 互相還有業務來往的那種監督責任 就是說管理者 竟然去承包被管理者的業務 這種不當的行為 他們一直在進行 互相混淆的監督者 所以這台電的問題在這裡 那我要問的問題 主要其實在後果 國民黨政府的時代如此 我們可以了解 因為和 本來就是國民黨時代 政府所開始的 所以他們支持他們一直 江炳坤 甚至馬英九前總統 甚至到今天他都相信這個東西 都還要再這樣講 完全 怎麼告訴他這個事實 他都不肯面對事實 那他的心態 那我可以覺得說 OK 那這也是一種現象 但為什麼民進黨執政之後 仍然不大力改革 這個就是讓我好奇的地方 就是 為什麼到兩年前 當我們把開放田田 所有的問題都告訴他 石批長的問題告訴他 包括剛才講的 對吧 馬英九要求他 裝一百萬戶 他裝個一萬戶 那結果呢 民進黨站在這兩年 只裝個三百五十一戶 那招讓人接受 招讓人受 經常自己搬 就叫做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就今天當然說 是要肯定民進黨政府 一點的是今天早上 他們終於合適的 染料幫人送出去了 我說這很像是 搬開了一塊大石頭 那另外他們常常 右手搬開了一塊大石頭 左手要砸自己的腳 他剛才講了 智慧電表不去管他 不去追究他定的責任 不要求他們改善 就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那像朱立倫 坦白說 合一場的干涉儲存沒有過 一個很大一塊 我們是要感謝朱立倫 這個要肯定他 朱立倫一直用地方政府的名義 不讓台電這個干涉儲存 在新北發生 在民進黨站在台後 竟然張景森會說 為什麼這個干涉儲存 台電的干涉儲存 不在新北 為什麼不行 說是朱立倫儲存 我覺得這太錯亂了 一方面你又要搬開 合適的這些問題 要改革台電的問題 一方面又循著台電的思路 讓這些錯誤的問題 還一直在發生 說這個問題是 我一直沒有想通 說為什麼 就是說這個問題非常好奇 但是我一直想不通 這個原因是為什麼 一直到最近裡想通 最近我們出了一本書 其實就是七月份 但是因為我看這本書 我是有參與過編輯工作 所以大概我在兩個月前就看過了 我從這本書裡面找到了 找到了一個答案 這本書是一個韓國記者叫李榮馬寫的 書名叫《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他是韓國的MBC記者 大家都知道MBC也是在韓國的工營 國營的這種電視台 很像是台灣的公司 類似這種單位 因為幾年前的執政黨政府 他們想要伸手到控制這個電視台 所以跟工會產生衝突 然後把他們開除 然後他們抗爭 然後後來還拍了部電影之後 共犯者們 去年台灣的很多人也都看過這部影片 所以李榮馬是因為這部影片 很多台灣的人都知道的 這本書就是李榮馬寫的 李榮馬寫這本書的一個 他講他最主要的動機是因為 他得了癌症已經到了末期 所以他有一個兩個十歲左右的 這個雙胞胎兒子 就他說他到底要留給 他的兒子什麼東西 將來等他們看不到他父親的時候 他這個做父親到底可以留給他什麼 所以他決定寫一本書 就說他要把韓國到底是 因為他成長的年代 正好是韓國民主改革 那個近三十年來 這個最劇烈的階段都經歷過 所以他想要把這個階段寫下來 給他兒子參考 所以我講這本書是 對韓國人來講這本書是一個照後鏡 但是對台灣來講這本書正好是一個鏡子 完全是鏡子 因為李龍馬在他的書裡面羅列了各種韓國遭遇的問題 譬如說地獄情節 地獄情節大概就相當有個省級情節 我們都說這種統獨情節一樣 就是韓國有很嚴重的那種全羅道跟慶上道的那種地獄情節 長期說那個是幾百年以來的事情 所以是一直這個存在 當然到廣州事件的時候到達一個高峰 然後諸如此類的 當然他們有所謂的 就是紅鬼這種帶給人家扣帽子 然後也有親日派的這種 所謂的類似這種 這種寒奸的這種 互相糾結的這種問題 然後他說他們的國會 從過去亂打架是從動物國會 現在變成完全辦不了事情 一直只能夠僵持在那裡 一動不動隨便去植物國會 變成癱瘓的植物國會 這是韓國現在的問題 那他也講國家領袖失去遠見 他也講經濟官僚的英雄跟無能 他也講這些官僚只知道拉抬房地產 動不動就要講房地產是火車頭工業 動不動就要補貼外銷 要鼓勵外銷的這種經濟政策 然後他也講他們整個已經成為巨怪的這種財法 然後他也講他整個社會裡面各個領域存在的 保守的六派的既得利益者 那他也講對勞工的歧視 永遠是為資方著想 政府所有的事情永遠是為資方著想 永遠是把勞工踩在腳下 然後呢被政治跟既得勢力控制而打 打工法裔的那種媒體 媒體完全都失去了忠義性 只知道跟自己支持的政黨也好 跟自己支持的財團的利益都結合在一起 他列了這麼多 很熟悉吧 那在這裡面的這些問題裡面 我覺得李隆瑪他講一點非常精準 就是說他在講的是說 他提醒就是說 韓國的所謂的民主政治已經過了 不要再強調只是 因為已經過了那個打破威權 所謂的這個要民主化 要什麼要透過選票來這個表達自己聲明 他說這個已經過去了 現在他認為現在此刻韓國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他說在這裡面 儘管他列了這麼多問題 但是他整理了他最嚴重的問題是 這個他用盧武炫來講 所以他寫這本書 我認為他一個理由當然是 為了他的兒子留下一個紀錄來寫 事實上我覺得他是因為盧武炫這一任總統 非常有感而發而寫 大家都知道盧武炫是韓國的自殺 頭癌自殺的那一任總統 一個悲劇總統 他為什麼特別寫他呢 他就是因為盧武炫跟其他之前的韓國的 第一次這個民主化政黨輪替上台的 金大宗是不一樣的 金大宗雖然是一個就是說 是里程碑式的第一次 就政黨輪替上台的這種在野政治人物 但是金大宗是老派的 所以我們都講笑話 真的是笑話 也許是真的 不曉得 像金大宗終於當選總統那一年 我回韓國去 然後呢 我問朋友說 哇真的金大宗當選 我朋友都講說 我們都講說 那個拳頭到的老頭又來了 算了算了 免得他再看到他第五次 就讓他當上場這一次 就是說 基本上金大宗是代表老派的 金大宗想要打派的時候 的地域政治就是這些東西 那盧武炫不一樣 他是所謂的韓國386時代支持起來的 他是一個代表的 他是第一個韓國有 這個所謂的愛魯團吧 這樣的一個就是有一個粉絲團 在支持他當選的這樣總統 所以他帶著所有的希望 這個上台的 但是呢 他那個李隆馬給的評價 也非常肯定 他說是盧武炫是給韓國 現代政治留下一個重要的主軸 而現任的文在寅政府 就藉著這個主軸才得以前線 所以盧武炫是給新時代鋪下藍圖的人 所以他對他是非常肯定的 但是他也講 他是個悲劇人 他終究盧武炫沒有擺脫他自己的種種的包袱 結果自己只成了一個舊時代的老妖 沒有能夠當上新時代的老大 他沒有擺脫叫什麼包袱呢 李隆馬認為他最大的包袱 沒擺脫包袱就是對經濟思維的這個包袱 因為他沒有自己的經濟思維 他完全依賴那種過去的經濟官僚 繼續幫他涉及經濟國家的經濟政策 執行經濟政策 所以完全是擺脫不了 因為剛才講過了 最大的是 他認為就是 是傳統的經濟官僚跟財法勾結 財法在跟他們支持的媒體結為同盟 這個是從普正熙時代就延續的三頭馬車 也是韓國社會真正的既得利益體制 所以如果畫個圖就是 傳統的經濟官僚跟大企業採訪 跟大企業他們說支持也好 買童也好的媒體 這三者結成了三位一體的 一個老目可破的體制 所以就不管你政治上怎麼政黨輪替 經大眾上台 盧武宣上台 仍然要買他們的單 還是要依靠經濟官僚 而經濟官僚 經濟官僚他一定要繼續用大企業 因為他就講經濟官僚 他為什麼要設計一個新的 要照顧勞工 要照顧小企業 中小企業的這種新的經濟政策呢 太累了 又沒法立竿見影 要自己做的政策 將來的成果又是別人可能收割 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馬上跟大企業講 幫我個忙 做個什麼事 你要不要多聘一些員工 今年的失業率不夠 要增加什麼 大企業大財團馬上買單 長期他們本來就是有 我給你政策讓你壯大 韓國本來就是這樣 然後當然大企業就要回饋 當然他要他表現 這是一個對經濟官僚來講 最方便的一個他們的施政 他們自己工作上 能夠最輕鬆最便利的 可以運作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他們就互相 但媒體就說大企業有錢 當然就是媒體需要錢 需要廣告 需要這個很好辦 所以這三個東西變成了結合議題 那看到這個的時候 所以他就講出說盧武炫 即使是一個 一個為行動鋪下新時代藍圖的人 最終成為了一個舊時代的老妖 也成為新時代老大 就是因為他沒法擺脫這個事 他們把他搞的最後 他自己政策最後也推動不了 當然也犯了很多錯誤 就重判清理 最後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問題 終於免不了卸任之後頭來自殺 所以如果我們看這個結構的話 後來就這樣我就了解了 台電完全是這樣的 我們只要幫你想想看 經濟部的寫官僚 這個大企業換成台電 跟很多一直在支持 跟台電同聲出氣的媒體 這個是完全三位一體 所以當然我們想到 民進黨為什麼上台沒法大力改革 民進黨還是要依靠這些經濟官僚 他們還是經濟官僚還是要用台電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打破不了 如果往好處想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他們也沒有 必須還是要依靠他 如果我們用下個例子來看 可能看更清楚 勞基法修法為什麼倒退 等於我們可以再講這些事情 就是完全一樣 你必須要是 我們想想看 最近出來什麼工種啊 商種啊 那些大老又在講什麼缺點 那些人是誰 不就也在講勞基法 同樣的那些人嗎 所以像李龍馬的這個建議就是說 新的民主政府如果想成功 就要得到國民的支持 那想取得國民的支持 就要讓國民的生活變得很好 但是這件事情交給傳統的經濟官僚 他認為就是好不了的 我非常同意他這個說法 所以台灣的民主政治也是一樣 我們早已經過了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已經發生在18年前的事了 我們也不用再講說 用選票教訓他不教訓他 我們已經教訓了三次政黨輪替了 所以我們不能夠再只是要求 民主所謂的民主體制 所謂的選票這個體制的繼續深化 我們必須也要打破自己 保守跟既得的這種經濟利益 共生聯 如果我們打不過他 不管將來誰上台 仍然是這個循環的 繼續在現在這個漩渦裡 不用再想說怎麼再是輪替 輪替還是這些人 不管怎麼樣 他們的需求還是這三次的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要打破這個輪迴 這個漩渦我們就一定要 宇龍馬講很有意思 他認為將來只要想從政的人 就需要有自己新的經濟政策的想法 當然總統是更加一定的 就是你不能夠再信任這些既得的這種經濟觀 我這個在台電的例子上完全可以說明 台電一直都是 台電的上級的經濟部長 卸任回去再當台電的董事長 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利益的共同體了 怎麼可能都要靠所謂的經濟部來管理改革台電 這個就是它不可能的 如果這個政府他沒有認清這一點 就是說你換多少個政黨能替 這個事情都不可以改善 我們要永遠陷在北缺電這種恐嚇當中 那我要講的是說 除了我們要打破這些觀念之後 我們必須要體論到 不只是經濟的這種既得利益的作稅 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小心 我們自己有沒有被自己的觀念所局限 所限到另外一種自己的人為中 我講一下我在出版業的經驗 我是1979年正在進入這個行業 所以明年是滿40年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講 大概出版業每10年都會有個變化 1979到1989當然不一樣 1979到1980的時候 台灣一年大概只出版了4500種新書 到了1989到1990的時候 一年出版15000種新書 三倍 所以大概環境是很不一樣的 那再過10年 1989到1999也變 也不一樣的 1999的時候有網路還出現了 諸如此類的 1999到2009的話 那當然是又變化了這樣子 那2009之後呢 特別是到5年前 又有變化了 近5年來當然又有變化了 我要講的是說 這40年來 每10年都在變 我都在感嘆說 這個環境不一樣 但怎麼樣的改變感嘆呢 都不如5年前發生的這個改變來的大 如果講這個變 就是說 整個過去的35年的變 它從高高低低的變 我們可以講 它都是陸地的變化 很像是一個 這是高山 這個是沙漠 這個是丘陵 這是草原 基本上它有變 它都是陸地的變 但這5年不是 這5年徹底不同 它不再是丘陵 不再是峽谷 不再是山林 它就是海洋 它就是到了一個 陸地跟海洋之別的東西 所以我也在前幾年 我在講說 台灣事實上真正的問題 不在於說政黨之爭 是在於世代之爭 因為世代的整個思維是不一樣的 因為同樣的世代的思維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每一代的人 我們都會講說 現在的年輕人 跟我那個時候不一樣的 我小時候在聽 聽我爸爸這樣講 我10歲就這樣講 20歲就這樣講 我們一直在聽 但是就像今天講 今天的80歲的人 當然會覺得 跟70歲的人 世代是不一樣 世代是變的 他們之間也差別 70歲的人 跟60歲的人 也會講 我們的世代不同 變了 60歲跟50歲的人 也會講世代不同 是有變的 50歲跟40歲也有變 但是40歲以下另外有變化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 對各種領域裡面 都有不同的意見 世代的不同 就是有政治的 有這種封閉給權貴的這種 這種對不同 有這種經濟上的強調 製造業代工的知識經濟 附加價值的這種不同 能源有這種 核電跟煤電阻力 跟非核跟再生能源的不同 我這裡要先打斷一點 就是說我們講講 最近另外一個說法 常講說 有的人支持煤電會產生空污 所以用它來當作支持核電的說法 還有一個說法是說 難道用廢發電嗎 好像講的是說核電是替代煤電的不可或缺的一種 或多重要的替代選項 它根本不是 核電不是替代煤電 而是兩者共生的證據 因為從馬英九前總統 最近講的話可以得到一個證證 因為非核家園的目標是什麼 非核家園的目標是核電是0 2015年煤電是30% 但馬英九前總統接受蘋果的專訪 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要求停止費和家園 核電增加到20% 煤電增加到40% 換句話說 核電即使是增加了20% 煤電的一點被減少還增加了10% 所以這絕對不是說 什麼核電有了就不用煤電了 這根本不是 它兩個核電給煤電就是一個共生的狀態 他們兩個都只是 就是共同的敵人就是再生能源 他們要一切的勾結 就是要把再生能源給扼殺於藏寶之中 就不要讓再生能源長大 就只有他們兩個是最大的東西 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根本就是說 核電才會要求更多的一費發電 這是馬英九總統講的 這當然也會有生態 生態也是這個 犧牲配合大企業 我們就要看看雅尼 在花蓮 挖成什麼樣子這種東西到今天 所以有不同的意見 勞工當然一直有這種生產性思維 配合企業組織思維 跟重視工作者前這個思維的不同 當然有土地一直有政商結合 所謂的房地產是火車頭工業這種思維 跟另外一種相對的思維是國土規劃 跟居住爭議這種思維 當然有教育上有這種 強調權威標準答案的這種 跟自由探索的這種教育思維 當然有兩岸的主張 跟中國記憶跟關聯比較密切 跟台灣主體意識為主 這叫不同的思維 過去幾十年 這種兩種不同的思維 都存在一直存在 各有聲音 但是呢彼此此此起彼落 並沒有互相之間 並沒有什麼一定的這種聯繫 但最重要的就是從 35歲今天 一個35歲的年齡線 卻產生了個變化 它把下面所有的主張 大致連成一個陣線 光一個年齡線本身 就把整個世代的不同 換句話我講的就是 35歲以上的人 80歲的講70歲 我們世代不同 但是呢你們 三年齡線的主力思考 為什麼要求一定要配合大企業 所以當然它需要生產線 生產線它當然需要學生是聽話的 因為每個學生都聽話 提供標準答案 這樣出來的學生 才最好用在生產線上 所以它這個東西是整個的思維 它需要把學生訓練成乖乖的學生 那需要這樣它才會 一切配合所有的這些運作 但現在這些情況就在轉變 那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 國民黨跟民進黨過去 他們兩個的在政治 跟兩岸關係上的主張 是很不一樣的 但是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 民進黨執政之後 在很多其他的領域的思維 其實兩個沒什麼差別 太多那種生態的事情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說 絕對不能蓋著水庫 到它執政了它去蓋 對吧 太多事情 我想我就不需要 一一在這裡舉例 所以這裡面我們需要 自己檢討的一點 就是說 到底我們那個 那個 有沒有 所以有一個人 我記得前幾天聽說 有人講說 國民黨 這個下台之後 它現在以過去反核反的 非常激烈 國民黨下家之後 反而它不曉得 為什麼要反核了 為什麼 因為它把它 當然就是國民黨 跟這些連起來 所以它自己並沒有真正的 體會到為什麼要反核 它沒有認識到 真的為什麼要反核 但因為是國民黨 它可能不喜歡國民黨 而國民黨之間合在一起 所以它當然要反核 那一旦國民黨 不在台上 所以它就說 那現在要反核 它就不知道 所以我們必須要 每個人都自己去思考 每個領域裡面 我們沒有自己認清的價值 我們自己的價值 到底是什麼 那個價值真的是 我們自己對各個領域 有過思考認識嗎 還是只是因為 一個政治符號 使得我們不高興 使得我們一種 厭恨或者厭惡 因此連帶著 對其他的東西 產生的一種心理作用 這個問題 必須要我們每個人 扣問自己 這個沒有任何人可以回答 所以這樣講的話 也就是說整個的 三四五序上 我叫它叫陸地思維 它是代表一種 穩定秩序 尊重權威 至上而下的分配 而整個的海洋思維 代表一種 變動 自由 個人意志 跟公平透明的分配 它是一種 不同的世代 完全不一樣 而今天台灣世代的衝突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就所有的資源發言權 所有的政治上 經濟上 所有的控制的人 都是在陸地的事物 海洋裡面的人沒有 他們是在一直 隨著年紀上 他們一定會越來越多 但是一直沒有陸地的思維 一定是被陸地思維所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要小心一個風險 就是過去當然我們會想說 等他們老去吧 自然海洋的人就會長大 人數更多 然後就會讓海洋時代老不見得 因為海洋的人也很可能 最後就一直習慣了 變成海邊的養殖場 它完全習慣了被陸地的思維所影響 控制 我最近去澎湖玩 雖然過去地圖上就發現 但實際到那個衝擊力還是很大 就明明是海島 每一個地方稱之為鄉 一個島稱之為鄉 就是完全是一個 用陸地來思維 來對待這個海洋 就是說 我去澎湖一個 最有名的海鮮餐廳 我希望在澎湖中找一下 我可以看海 我說他們 當地的人問我 想要做什麼 想要找一個 看海吃海鮮的餐廳 對不起沒有 就是在那裡找到的海鮮餐廳非常非常的多 每一家都在巷子裡 每一家都是跟我在台灣任何個地方 台中台南的任何個地方 只看到海鮮餐廳 我們沒有 沒有說看到 看著吃海鮮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海洋裡面 但是我們卻是把自己當成海洋裡面的小農村 但非常荒唐吧 非常荒謬的 今天 當我今天下午來這裡的時候 我跟義大利朋友說 他說我幹嘛 今天晚上要來幹什麼 他說你先講給我聽一遍 我就講給你聽一遍 他說你們那個 世界十大航運公司裡面 前所屬於的是 兩家是你們台灣的 對啊 沒有 前十大海運公司裡面 陽明跟長榮 沒有任何國家的海運 就是一個國家 有兩家海運公司 列明全世界十大 台灣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卻整個的 卻是整個的陷在這個陸地思維裡面 所以阻礙社會進步的保守觀念 和既得利益裡面 它可能不只是躲藏在某一個黨裡 這個絕對我們不要再想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認為說什麼什麼 打一個黨 什麼不倒 什麼台灣什麼什麼 不會好處之類的 但是一些問題它不是藏在某一個黨裡面 它真的是 也不會因為政黨人替就會消失 但是它會一直 這些問題 如果我們不打破這些 自己每個人不打破的時候 保守這個觀念跟記者利益化 它會永遠跟隨著我們 我在三年前寫過一本書叫做 《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 當時我在想說 我覺得我們只剩下二十年的時間 過了三年了 現在是十七年 我們會看看自己到底是滅亡還是新生 當時就是每個人看到 聽到我的書名都問我說 啊台灣的四周不是海洋嗎 確實我就剛才講過台灣 我們是身在海洋之中 但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海洋中的農村 而不是漁村 那這本書點我列出的危機 當時我看到的就是有六個 一個就是說 行政體制整個崩壞 就是在修憲之後 在廢省之後 包括到諸如此類的這些問題 整個的行政崩壞的問題 救世主 我說都救不了 這是三年前了 我不是說今天在講這話 並且沒有下一棒的經濟 就是說我們的經濟還在半導體 還在什麼什麼晶圓這種東西 沒有下一棒的經濟 被遮蓋希望的年輕人 就是說我們很努力的來掐住年輕人的脖子 直到他們感覺不到希望 這是我好像非常快樂的事情 無魚之海 我們明明是四周是海洋 但是台灣完全捕不到魚了 無處可去的核廢料 還有兩岸政策 當然那個時候常講說 國民黨和民進黨 沒有最後一里路的兩岸政策 我都說不是沒有最後一里路 是沒有第一里路的 這些問題我們只希望 我們要共同注意的就是這個 沒有下一棒的經濟 跟被遮蓋希望的年輕人 這個東西才是我們的最麻煩的事情 如果我們持續是在陸地思維 持續仍然只是在現在所謂的政黨之爭 而沒有意識到 以為台灣的問題是政黨之爭可以解決 而沒有意識到世代的思維 改變成能解決問題 那我們永遠年輕人是沒有希望的 因為他沒有資源 沒有他所有的工作模式 社會所有的運作模式 都不是他們的模式 是在陸地思維上形成的 這個是2013年的這個 這個天下雜誌燈的這個 獲利百億以上的企業 他繳的稅比 我們看看 偉創賺102億 繳多少不必找 遠東的遠東心的 119億 繳0.2 繳247億 台塑化繳3.5 台積電則7.1 比較短大 只賺1447億當年 各位有學生同學 等你們出社會 就算是所謂的只賺22K 所得率是多少吧 5% 換句話說 要比跟台塑教的稅是一樣的稅率 我們這個設計 就是當年為了所謂的 支持一些大企業的成長 為了鼓勵他們成長 幹嘛幹嘛 給了他們這些好處 這個樣子 這麼便利的稅率 你說怎麼可能就是說 對啊 這個狀況當然是 年輕人的22K的問題是 解決不了的 同樣的就是說 我去年前瞻計畫花了很多時間 我在發生 我覺得這個 我認為這個民進黨政府 這樣做不應該立委 前瞻計畫 就太傳統的土地開發思維 就完全是土地開發思維的這個 這個也不是今天重球就不想像 勞基法修法也是一樣的 為什麼會從一個勞工出心頭最軟的肉 最後到最後變成這個樣子 他是一個思維的整個人 包括勞基法修法就是我們想想看 我們的爭論是什麼 不管是贊成的支持的 其實是討論的焦點都是一個 就是掃兇天價到底會不會死人 有一邊是說會死 另外一邊說不會死 一邊說他死是因為他以前的毛病 是因為他這個別的問題死 不是因為掃兇天價 不是因為掃兇天價 那邊有一邊說 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說 如果多休天價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多休天價到底會不會發生的一些很新奇 很美好的事 我們想到都是掃兇天價 到底會不會死人 這為什麼 因為我們思維一直是在傳統的 這種cost down 的思維 一直是剛才畫的圖裡面是製造業代工 這種思維 所以當然一切想到都是cost down cost down 什麼意思呢 員工的休假 休一天就是他的cost 那當然不能讓這個 你說什麼 這個勞工要求有六天價 六天價什麼意思 將近一個禮拜 一年才52個禮拜 這將近你說要少掉它 五十二分之一的利潤 那怎麼可能同意 那當然底死不同意 所以如果我們的經濟體制不改 永遠是這個問題 那炒十年 二十年 也永遠不在這裡打賺 我們還是要在街頭上 要去抗議或幹嘛 也不會有結果 我們只有 範疇 value added 的思維 整個社會在思考 就是說 會鼓勵員工培養休息技能 足夠的休息 在之後在工作上 怎麼創造出新的價值 如果我們不改這個的話 這個問題 勞起法的問題 還是會永遠存在 最先講到 那打開未來可能是什麼 我當然沒有答案 就這麼多的問題 講了這麼多頭痛的事情 對 可是我想起碼 我們總要知道自己為什麼生病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知道自己生病 就怕 第一個不怕 就怕自己還不覺得自己生病 那如果知道自己生病 我們就要知道病在哪裡 然後來想想看解放是什麼 我只能講說 努力來講 上面所有的講都說 我認為我看到 我想到 我認為我們生病的原因是什麼 解放我真的沒有 所以在這裡面 我只能夠有一些相信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相信方向上 非常自信樂觀 就畢竟我的時代是屬於海洋思維的 這個方向上非常自信樂觀 在這方法上非常戒慎恐懼 因為既得利益是會寸土不讓的 他也不是寸土不讓 他要讓他都不知道怎麼讓 他已經就是那個思維了 他只會追趕跑跳碰 他只會說知道 丟千球 在陸地上應該鍛鍊 這個田徑十項全能 所以要會丟千球 他完全不知道抱著千球 到了海裡面去丟的時候 是會沉下去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必須要 每個人都非常戒慎恐懼 所以這裡面我也 就這段時間我覺得 迪卡爾的單單方法 對我其實也是影響很大 就是單單方法 當然大家都知道 迪卡爾講的我是故我在 其實迪卡爾的講這本書 一般人都講說方法論 其實迪卡爾的原書書名是叫做 談談方法 他根本不是把它講成什麼 板跟臉孔在講說方法論 他說要講說 他認為一個人 當他一生裡面 碰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碰到陌生的問題 陌生的知識領域的時候 他到底該怎麼處理的問題 所以他就說那是一些方法 那我就一向講說 這本書我都推薦大家 是可以躺在浴缸裡面看的 我就是躺在浴缸裡面看的 也不厚這樣子 所以他裡面講的 我是故我在 其實真正的意思是 我懷疑故我在 說我們一定要懷疑 就是說一定要把所有 每一個社會領域裡面 既定這些觀念 都要把它懷疑一下 就是說不能夠再接受它 不要再一下子接受它 一定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另外一個迪卡爾 在這本書裡面講的非常好 他提了每一個人 碰到每一樣陌生的東西的時候 該怎麼樣從自己一無所知 到可以擁有一定的知識的 這個過程裡面 他提了三種方法 三個原則 然後他又講了一句話 他說但是這個世界上 真正我們能夠自己自主的 只有一件事情 就我們自己的思想 我們實在沒法控制 或者是想說外面的世界怎麼樣 除了我們自己的思想 沒有一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自主 所以在今天這麼惡劣 跟這種所謂的 喘不過氣的環境下 我覺得我們重要的 也就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自己自主 所以這個時候 我也要再推薦另外一本書 叫做《用心休息》 我不是因為都是 我們公司出版的書要推薦的 而確實是因為 我真心地喜愛這些書 這本書對我影響也很大 就是說 這是我去年12月 我們出版的時候 我自己看的 就是說 這本書主要在講什麼呢 就是講說今天 今天工作和休息 為什麼這麼多人 都在強調工作的重要 多忘了休息的重要 這樣子 就這個情況 當然他講的 他說美國都有如此 但我們知道 美國情況比台灣還好一點 那他這裡面講說 其實西方 在18世紀以前 事實上一個 一個所謂的讀書的人 只要兩種能力的 一種叫做 Rucho 一種叫做 Intellactus 什麼拉丁文的 這兩個字 事實上這個就是邏輯思維 就是不斷地要用理性去思維 這個 Intellactus 就是這個 比較用直觀 直覺 感性 一個是理性 一個是感性 一個是分析 一個就是 比較直觀的東西 但是因為到了18世紀 一位康德先生出來 加上工藝革命 這些影響 所以使得整個西方 思維被變成 Rucho 來這個 主導 這個 Intellactus 就 被 撂到一邊去了 但是我們又 知道 這件事情有何其的 諷刺 今天的知識分子 Intellactus 卻是從 Intellactus 來的 我們把 努力的把 邏輯思維的 卻來當作 Intellactus 這個 拉丁文的 這個 代表 所以它本來 Intellactus 代表的事情 完全不是 跟它相對的這一邊 那中原則代表的說 你們就是說 這種對立 其實 它也在講 工作跟休息的這種對立 所以它就是講說 相對就是 這是我講的 我後來整理 我覺得它是一個 我們需要把 每個人把自己的理性 跟自己的這種 Intellactus 的東西做個平衡 所以也是工作 給休息的平衡 所以這樣情況下 所以它的建議說 怎麼樣讓它平衡呢 就是說每個人要每天 其實都專注 三四個小時的區塊時間就好 不用想說 你的工作要做多少 只要能夠持續 規律 每天做三到四個小時 他舉個例子 不管是達爾文 寫它的物種起源 還是 Steven King寫它的小說 還是 村上春樹寫它的小說 都是 Steven King就講說 很多人以為是創作者 靈感來的時候 就一定要把握 把它一口氣寫完 以免靈感 稍縱即逝這樣子 那不是 Steven King講說 只要養成個 規律的習慣 每天寫 寫三到四個小時 靈感的事情 就像水龍頭一樣 一開關的時候 時間到了 不能關 第二天再寫的時候 把它打開水龍頭 自然就來了 所以就是一個區塊 最重要是規律區塊 同樣地要每天要停止思索的區塊時間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 一定要讓這兩個東西是平衡的 所以作息要規律 當然 不要讓 這是我講的 不要讓滑手機的習慣破壞區塊時間 因為滑手機真的最麻煩的東西 它會破壞這個區塊時間 所以我自從 有的體會 我盡量就是說 我大概 我現在都是 我只有 零碎的時間 上班的 車上時間 滑手機 在工作上 出版上 我自己怎麼樣努力前進 要提醒我怎麼 我自己 在今天 網路 數位的東西 這麼便利 可以學一些東西的時候 怎麼 享受一些樂趣 然後我會選擇一個 我自己關心的 公共事務去投入 所以我在聯署上發言 我不會什麼都談 我只談一兩樣 我只談那一兩樣東西 我花時間 只注意那兩樣 別的東西 基本上就說 我不是政治人物 當然我認為說 我們每個人都要參與政治 就政治 如果只交給一些 目前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那真的不行 我們也要 絕對不能說 只到用選票來教訓他們 四年一次 我們必須要 持續地 監督他們 我們永遠要站在 執政黨的對立面 去監督他們 不管那個執政黨是誰 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是一個我們永遠的工作 那當然要非常勇敢的夢想 就一定要每次要想說 什麼事情是一個 是我們 我們過去不同 我要提醒自己 我一定是62歲的 到底我陸地思維是什麼 我習以為常的是什麼 我要怎麼樣打破 我僵化的習慣 那這樣年輕人 我更會鼓勵他們 最近我看 墨西哥的18歲的時候 你要競選市長 哇 太棒了 他說 要用夢想吧 台灣如果現在出來 一個18歲的人 要競選台北市長 那多麼令人興奮的市長 對吧 那個 Ocean Green 當年他17歲 當年他17歲 到希臘去游泳 發現現在變成海洋 垃圾 收集全球的停電器 那就在我結束之前 請大家看一下這段影片 可能會 有花大家三到四分鐘時間 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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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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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忽然間就變成一種喪惨 因為傳統的政治人物 實在大家都太知道他沒法接受他了 所以世界每個地方都發生這個事 所以第一個我們也不用覺得太糟糕 雖然但是沒有小心 然後每個人剛才講過 善用網絡時代學習自己快樂的事情 自娛娛樂 抱著自己的夢想 謝謝